歡迎大家來到申紙時間 Apple 你好 是 阿Kee 喝口茶 好 Apple 你有時晚上出去喝東西嗎 也有的 有的 是嗎 有時留下粉絲去看 小心 是嗎 為甚麼 因為我們《鋼》聽過 《坊間》經常聽很多 但這件事發生在幾年前 我自己也能看到 有一群朋友的派對 我就上去參加 被人迷暈了 那一定不是我 我發覺那位是朋友 有些是朋友的朋友 他找了很多人 我也不需要我的朋友去招呼我 我自己去冰箱拿點飲料 我發覺很奇怪 其中有些是朋友的朋友 他在廚房做甚麼 我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是男士 因為我看到他在他後面 我看到他好像在褲子裡 不知道拿些甚麼 我這時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看看他到底在做甚麼 看上去也挺討厭的 他在內褲裡 就拿了一個類似這樣的公仔 類似神像的東西 就做了一杯東西 他在裡面泡幾泡 在念一些東西 我相信是念經 他去搞 搞完之後 他把那個東西放回褲子裡 走出去 就給了一位女士去喝 你明白嗎 因為第一件事 我不是屋主 我不是搞派對的人 我也不認識那些人 第二件事 我也不知道那位男士 和那個女士是否男女朋友 當然在我的角度 我就不方便插手 或者做任何事情 或者說任何事情 我沒有出聲 但當時我立即在想一件事 就是想不到 原來這種符咒 或者你可以說鋼 看看師父 司法的人是怎樣 如果他有法力 他可能學到鋼 或者法科裡面的東西 在香港其實已經有這件事存在 所以你有時喝東西 真的要小心 那你會瞞著他衝你 不一定 譬如說你出去喝東西 如果你喝水 你可以叫他那支水 不要扭開 讓他自己扭 喝的你可以喝罐裝飲品 你不一定喝紙包飲品 有一段時間也有迷魂黨 所以有時大家 大家如果晚上出去喝東西 真的要小心 那杯飲品 未必是落毒 有時是落些不咒的東西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更多資訊 可以去這個網站 HK026.com 下集片 拜拜